《静东》又一部新戏开拍,女主角人选不是江苏颖而是《威胖界女神》。 如今电视剧越来越多,不管是翻拍剧还是一些改编小说的电视剧,都一部接着一部。 如今有很多当红小花但小鲜肉更是作品不断,自从出演一部戏走红后就揭拍了不少的作品,成为了罢瓶人物之一,当然,有颜值也有演技也深受大家的喜爱。 对于《静东》这位老大叔来说,不仅仅颜值很高,而且演技也非常的好。 《静东》饰演过的角色很多,而且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演技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 近些年来《静东》的名气也越来越大,越走越红了,虽然已经是41岁的年纪,但是在娱乐圈中完全是碾压众多小鲜肉。 近些年来,《静东》出演过很多热播剧,比如《狼烟变地》、《狼牙榜》、《伪装者》、《外科风云》、《我的前半生》、《恋爱先生》等等,虽然并不是每一部都是他作为主演,但是他却凭借着自己的演技来征服了众多观众,成为了娱乐圈中的巧手之一。 近日,有网友爆料《静东》的新剧《如果岁月可回头》正在开始拍摄,对于剧情小编就不多说了,大家都知道了男主是静东,肯定对女主也非常的关注。 而这次跟静东搭戏的不再是江书莹,而是《甄嬛传》中的华飞洋洋蒋新。 其实说起来静东跟蒋新也并不是第一次合作搭戏了,在之前两人就曾经有合作出出演见在弦上,当时这部剧还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,不过在剧情方面,剧中的静东跟蒋新并没有在一起,还是挺可惜的,这也是观众非常失望的一点。 这次两人再次合作拍戏,你期待吗?